要讓茶葉原來是很整片的 通過這個 風雨型的濃烈器呢 要讓它有點捲曲 另一個是為了保存 比較方便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捲曲之後就比較耐靠 那像保種茶跟烏龍茶 烏龍茶就糗壯了 最後就是 當梅干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如果說保種茶的話呢 放到目前就要給它捲曲大概100度 然後平時一層大概 培三分鐘才培 這個七層 一層平均三分鐘培乾 然後呢要烤三回 請問下這樣總共要幾分鐘 也是三分啊 有七層 沒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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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不是一起烤嗎 21 然後就三回 三個回合 九個回合 六十五個回合 一個多小時 六十三分鐘 所以做完茶 如果吃五點少 開始很炸氣的話 要這個流程 就要這封碗最近 要快七點 七點至少要到這個 冰箱的 因為這邊的培乾大概就是 有沒有培乾呢 就是要看這個葉片的葉梗 折開很像脆脆 像筆乾的感覺 但是如果以四個培的大部分 大概有八九成乾 要到最後的流程 就是冰箱式的 然後請到這邊 如果是包裹茶 像筆的比賽茶 已經很快 要不斷 那邊 要不斷 等下 那邊